美國最高法院十三號駁回 反墮胎團體在去年提出的訴訟 他們是質疑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 對墮胎藥美孚陪同的許可 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定駁回訴訟 認定缺乏根據與其他充分理由 這是最高法院在二零二二年推翻 羅素維德案後所受理的第一個 墮胎權重大訴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十三號 一致駁回反墮胎者 對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許可使用墮胎藥美孚陪同的訴訟 大法官在意見書中指出 原告希望限縮他人取得墮胎藥 但根據美國憲法第三條 訴訟並沒有起訴根據 因為原告未能證明FDA 因為放寬規定而使人受到傷害 這是最高法院在二零二年推翻 羅素維德案後所受理的第一個墮胎權重大訴訟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稱此結果 對反墮胎陣營來說是重大挫敗 FDA在兩千年核准墮胎藥丸 2016年放寬規定 讓此藥丸更容易取得 全美約有六成墮胎案例服用墮胎藥丸 反墮胎人士則批評大法官的裁決 也強調戰鬥將持續下去 最新數據顯示去年全美有超過17萬人前往外州墮胎 反映推翻羅素維德案判例後多州頒布禁令限縮婦女墮胎權 紐約時報指出今年十一月美國大選將考驗各層級政治人物 在墮胎議題的立場 告知新聞這位仁中介綱別議